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综合馆和青龙馆的这批文物 我们也要把它集中到青龙库房来 同时还有一批就是在我们文宝中心库房里面的这些文物也会集中在青龙 同时最主要的一部分文物是我们这一次新的六个基石坑出土的这一批文物 这批文物有大概300多件 大部分是在我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广汉基地的库房里面 这一次是请了专门的那个文物包装和运输公司来做整个文物的包装和运输 特别是我们这一次有大量的淘气 因为淘气它比较脆弱 而且它也大部分是经过修复的 所以我们对这批淘气专门进行了仔细地设计的一些包装方案 这是我们的包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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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 好 给 最多文物的这种搬动是首先第一个安全第一 这个大理人当时在坑头出土的时候主要就是脆弱了 它就是搬成两段 它中间夹裤的部分是脆弱的部分是脆弱的桌子 你看我们都是用了它心中来夹裤 它的受力点都是找的最强壮的地方 主要就是怕它从远来的地方再断裂 青龙神树它本身有三成九个数字 那么这些数字也是当时是九十年代修复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要对青龙神树的数字 给它做一个固定的处理 主要就是采用像我们的一个木块 给它整个的一个木条 对它三个就是每一层的一个数字都给它进行一个固定作用 就是所有的这些神树我们都是采取的那种类加固结构 外全都要支持一层壳 因为它那个文武几千年它这种鸯化 它已经没得办法去手里都是靠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这些就是这种类加固结构 金属指甲就是那种物理支撑那种原理 就是农村领结来云上官媒 因为它那么高 那么这一次我们在青瓜里面看到的文物 它可能就是它新出 就是说出土以后它的原始的状态 这些新出土的文物 我们会通过就数字采集的形式 把它上面数据采集好 然后再通过数字模拟复原的方式 把这件器物进行拼对补配和绞型 那么再把这个三维数据 再通过1比13D打印的方式 把器物给它打印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看实物它现在的状况 然后再通过看1比13D打印的模型 然后再看我们的三维那个模拟复原的一个媒体资料 可以能够看到这件器物是如何 把它一件一件拼接成完整的 这种展成方式呢 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整个新管 这一次展成的最大的一个亮点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